有谁已经准备好看神的话语 Sean在三个礼拜之前说到 我们的信心就会被启动 当我们经历了神的良事 我想说一件事有关神的圣情 是很清晰的 这个启示我保证大家 你要依靠你的信心 又被提升到一个大能力的圣地 不是一个很便宜的宣告 今天我所讲的 就是令我和太太Glinda 能够继续停留在神的清身 然后很清晰地继续向前 和看到列国被影响 过去那三十五年都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启示的缘故 有些人以为就是 Rod因为你好样而已 那不是的 那这个是说笑 不要笑得这么大声 那我娶了Glinda 那么多年是我的大祝福 那这件事令到我们 就说继续向前 从来没有后退过 如果你想着我们的婚姻 因为你幸运 我告诉你 这个根本没有关系 我认识好人 有好的婚姻 但是在这个事工里面 完全是粉碎 我认识一些人 很幸运 但是从来没有很坚持 很坚固地继续向前 去推进三十五年 没有跟我的脾气 没有关系 当然我是一个被恩高者 但是所有你们都是被恩高的 因为我知道 有些基督徒 从来没有一年伏一年 继续向前 以靠神的火 向前 因为很多基督徒 面对困难的时候 就拦阻了他们的梦想 然后后退 因为他们尝试 找一些藉口 令到他们可以 去妥协 这个世界 对于他们来说 很吸引 更吸引过天堂 对吗 说得刚才 在新约里面 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靠着神的 那十架 的爱 完全是被包围 完全是被神的那个真实所吸引 他们和神有一个真正的那个关系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 他们就放下他们的生命 愿愿为耶稣而死 他们并不是因为有困难 或者被人背叛了 所以他们就妥协 然后安于延了 从来没有一次 就是说 自怜能够阻止他们 没有任何一个 就是失望 令他们 制止 去向前 他们不是因为 因为他们比我们厉害 不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更大的圣灵 给我们的厉害 但是在现代的教会 需要知道 因为他们有一个启示 我将会告诉你 35年前 我已经找到这个启示 这是唯一一个元素 令到我35年 一样为耶稣激情 有几个想知道 真的想知道吗 你准备好了吗 用一句就总结我所说的 准备好了 我们的神 永远都会成就 当祂开始了之后 当神给了你一个梦想 给了一个就是意念 给了一个就是 学务和应许 因为祂已经承诺了自己 要去成就 这件事 在你身上 就是因为 这个唯一提示 那我就见到 哇 这个神 真是永远 祂在祂里面 有一个永恒的目的 祂已经计划了你 何时出生 你要何时做什么 因为神 就是永远 就会在一个永恒的 那个主意里面 因为按照神的那个 就命定 对于那些 所有所爱的人 神会必会成就 为什么没有人能够 虐待你 欺负你 因为我们的神太大 因为世界上 没有魔鬼比神更大 因为人不能够 有足够大的影响 去破坏 没有人能够 去毁坏神的命 在你身上 已经开始了 以及将要成就 你可以大声拍掌 现在我讲的道 比你们拍的奖 因为我是一个 很有竞争性的人 但我很开心 如果你是打赢我的话 我认为 能够真正的喜乐 就是会在神的那个命定里面 练福连 就是说你不向这个 致念 不信 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去恢复 我真的会在这些信念里面 无论多少的 贝叛多少的 失望多少的 挫败都好 因为这些东西太小了 不能够拦阻我们伟大的神 在你身上所作的功 当你真的这样相信的时候 由这个创世记 去到启示录 整本这么多书 就已经展示了神的开选 去到终结 都是耶稣基督 他已经彰显了那个德成 圣经说 我们的神就是 祂是 开始和终结 祂是一个 开始和终结 祂不能 祂不可以说 开始了 祂就不会去结束 因为神会在这个永恒里面 因为在永恒里面 开始和终结 同样存在一起 当祂跟你说话 放了一个学贸 在你的心里的时候 祂已经完成了 你的事情 祂完全承认了自己 在你身上开始的终结 在希伯来书12章 因为圣经说 耶稣就是我们的开始 和我们信心的终结 而这个信心 不是耶稣开始了 然后由你去失败 没有了终结 这些就是其他一些 很可怜的基督徒 唯有那些可怜的基督徒 就是他错误地 去代表了耶稣的 补血的功能 他是你的信心的 开始和终结 那些和耶稣同行的 有一个强大的信心 不是关乎你如何开始 你基督徒的生命 而是你如何当跑你完了的道 香港很需要这些基督徒 去到终结的跑道 有很多不信 批判性的基督徒在香港 那就是香港需要这些神的子民 充满耐性和信心 和胆量 耶稣在十架的时候 他得圣的声音说 圣了 就是为了我们清义的缘故 他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復活 然后又作为最高的祭司 所以他可以永恒地 很完美地与我们的天父联系了 所以耶稣说 所有天父做的事我都会做 我已经成就了天父所呼召我所做的 保罗就说 我已经成了当跑的路 保罗没有因为罪的缘故 但被关在这个牢肉里面 被鞭打 被侮辱 但他会在一个圣洁的生命里面 他被很多石头去鞭打 他差不多要去死 当今的基督徒很多都不明白 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天父打开这个 历史性的道路 不是过去式 其实是一个新的道路 在新药里面 二千多年前已经开始了 在黑暗的时期的时候 失丧了 在几个世纪的时候 神重新重整教会 在当时的这个教会 也是在黑暗时代走出来 是充满了宗教化的 但是你现在是有这个 神的国度在手里 但是你有神在你的手中 神已经开始了 命迪在你身上 必要成就 不要管你究竟 有多可能 或者要多长时间 不关乎有多少的失望 耶稣不会将一个学务 放在你的心 不会因为这样 就是随便放在你的心 给了你的学务 然后祂就不负责任 不让你成就 有些人会说 太迟了 我已经做错了很多的事情 我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 对于我来说 完全没有机会 我听到这些声音 有很多人很多次 但是天父怎么跟我们说 耶稣怎么跟我们说 永远都不会太迟 我所开始你的生命的 我会承诺到终结要成就 因为神创造宇宙 在基督里面 因为神给了一个永恒的信 在我们里面要成就 因为祂有一个完美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 因为能够让我们 能够去成就 祂已经摆在我们身上的学务 祂已经安排了 所有对的人 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出现 看到Prisilla说 对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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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白 他明白 我明白 我明白 神已经安排了 对的人 对的机会 时候给你 所有你和我需要 为我们将来所成就的资源 已经在了 只是什么时候要出现 意义 我不介意你等35年或者一年 我在年轻的时候 神已经给我有启示 但是我等了35年 那时候还没见到 但是这35年 我又没有看来很负面 因为我已经一开始相信 神所开始的必要成就 当神给你一个话语的时候 你好像觉得 明天要成就 我们曾几何时 都是充满希望的人 我们就好像一个新的 叫什么 中文 要改变这个世界 郭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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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要改变这个世界 当然了 如果你有枪 你可以砰砰砰 我也会喜欢 这些那么刺激性的 但是有些人 就会在这些 很迷茫的 和这个自负里面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有些人说 神你看看 我已经有机关枪了 你真是幸运有我 可以去掃射 然后人就开始 自己做很多的工程 在这个教育 在这个三二界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建立教会 其实我们没有改变世界 反而被世界改变了自己 然后就很伤心 很破碎 然后有些人 就不懂得如何再跟人们说 以前他们就很大胆 很大声 说 看一下我 我要来改变世界 因为他们变得很迷茫 还有很惊讶 就说 神你去了哪里 我们其实有时 真的好像比特一样 我要去水面上 然后开始有大浪来 就沉了 你觉得他会不会觉得 很尴尬 跟那些坐在船里的人 说话呢 其实我很喜欢比特 我很恨那些人 就永远在安全地底 我很喜欢那些人 走出这个水面 然后沉下去 我真的很厌疑那些 很紧紧紧的教徒 我告诉你 天堂太美丽了 但是这个地狱太恐怖了 然后带我们 一个很微小的教徒 你不会有奇迹发生 除非你不停犯错 那些就认为 主是一个很苛刻的神 主人的时候 他就埋了自己的金钱 因为将他们的恩赐 就埋藏了 因为他们说 我们这个神真的太恶了 我都是不如不要 神就对着那些 只是坐在那里的船 然后就去挑剔比特 那些就不是那么恩赐 然后就记不记得有一次 耶稣对着比特就说 撒旦离开 退后 然后就比特 否认了耶稣三次 对不对 但他否认了耶稣 他否认了耶稣五十日之后 天堂简算了 比特就在三千人的 这个就是马可流里面 去港道 三千人得救 神所开始的 他必要成就 这个摩西有一个 就是意念来自神 就说你要释放 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得自由 所以摩西说 他要来改变世界 好惨 然后就立即杀了两个埃及人 然后就跑了 在这个抗疫里面 已经躲了四十年 因为很害怕 因为摩西非常被挫败 还有不受鼓励 在这四十几年里 四十年 讲笑就是说 可能神见到他们这帮人 这么挫败 都不想黏在一起 否则可能他都被挫败 讲笑而已 神所开始 他必要成就 四十年 就是这些汉始 不要成就的时刻 神就兴起摩西 在一个大能的心 就是希腊文 Pembo 这个字 就是猜牌 就好像猜牌一个小朋友 去这个习货店买东西 猜牌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希腊文 就说猜牌出去的意思 就是使徒的意思 第一次摩西 他当时战战兢兢 四十年 然后神兴起他 然后有一个使徒式的 那个就是出了来 神是说几百年前 已经做了事 在摩西来之前 因为神已经 跟阿伯拉罕 说话 因为对着阿伯拉罕 说我的子民 将会被埃及人 捆绑为老 要四百年 其实摩西只是 尝试了四十年 早点开始 但是这些东西 没有完全令到神 惊讶 因为摩西要尝试 在这个血气里面 运行 会有些什么 开始在想 神呼召了 我要做这件事 但我看不到有果子 突然间 他被兴起 成为几百万人的领袖 除了耶稣以外 而这个 就是最伟大的一个领袖 在整个圣经里面 我在南非出生 如果你很快地 很心急 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是走不通的话 恭喜你 这样尝试非常之好 但不要让你失败 令你对于将来 没有盼望 因为你要知道 神是大过你的失败 因为神将要利用你的挫败 你那些就是 很多的挣扎 去成就 他放在你心里面的梦想 不要让那些 很后退的基督徒 的心态影响你 然后令你向这个世界 去同化了 是多于你的心 专注在天堂 很多人建立教会 经常都很失望 因为他们出于 一些失望 令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 有很多的受伤害 因为那个基础 是出于一个冒犯的原因 所以那个领袖 没有一个清晰的意诀 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所以他们不能够 向前去迈进 你要小心这些毒药 让我举个例子 神如何开始 然后如何去成就 我是南非出生 当我23岁 我就信了神 25岁的时候 神恩公我 祂呼召我成为 一个先知性的 即是报道家 祂叫我去建立教会 我们由10个人开始 三年以内 就由10个去到600人 就是为何突然 那么多人 不是因为来自其他教会 而是因为出于这10个人 经历很多神职歧视 他们得救了 然后带很多人 神就放了一个深深的感动 要我去触摸当地的土族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黑人的族 他们很多年的习族 都是一些勇士的状态 他们用矛盟 然后打赢了英国 想侵战当时的土族 但是我看到 这个能力 依然存在在 这些Zulu族的人 但是过去那三四十年 有很多人去攻击他们 那就是 当他27岁的时候 神将这个Zulu族的 土族人的梦想 放在他心里 就是很近期 去年26岁的时候 我用了12年的时间 尝试去接触这个土族的族 但是没有成功 但是我的心依然 很强烈地向着他们 然后神呼召我 就说去澳洲 然后我就纯服 我们在那里建立一个 很大的教会 我就问爸爸 接触这些黑人的土族 我没有成功到够 然后我知道 有改变 因为神要呼召我 离开澳洲 去另一个国家 但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以为他要带我 回到这个Zulu族 因为一直都在我心里 但是原来爸爸 叫我来香港 然后我就很害怕 下一来香港 但这个真的是神的旨意 我真的很爱香港 非常之开心 我们能够在香港 我们不会离开香港 直接耶稣带我走为止 九年过去 但依然没有接触到 这些Zulu的土族 然后我的心仍然在想 可能有些东西 我未能够成就 就是几年前 开始有人 将我曾经 去讲过的一些道 就是给这些 有影响力的Zulu族的领袖 就是两年前 我们开始接触 这些Zulu族的领袖 我们用了四天的时间 一起去学习神的 恩典的话语 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 来自不同部份的 这些男人领袖 就是今年的三月 我已经用时间 建立了一个对公 专系为Zulu族 他们是有影响力的 影响就是千千万万的Zulu族 这些基督徒 我在南非一个叫做 Newcastle的城市 我做了荣耀与恩典的聚会 他用和Zulu族的 对公 有一个非信徒的 电视台 不属于基督徒的 是熟世的 电视台 对于这些Zulu族来说 是非常受欢迎的 这个台 他们来了 可不可以拍摄了 所有的你说的道 所以他们可以放电视台 在接下来的复会节 将会播出来 祝我千千万万的Zulu族 神真是很奇妙 因为神所开始的 祂成就了这个终结 因为 接下来的九日十日之后 将会播出这些 上次所录影的讯息 以及能够 祝我这千千万万的 这些土著的人 包括微信主的人 因为这些是 非基督徒的电视台 现在这个土著的领袖对公 和我和太太一起 继续合作 给你一个召唤 谢谢 好帅 好帅 谢谢 我准备这个信息 差不多说完了 应该大概是1990年的时候 当时神给了一个 放在我太太和我身上 就是要去爱中国人的心 不是说在南非或者澳洲的中国人 我们知道是真正的中国人 就是土生土长 在香港的中国人 不是澳洲式的中国人 澳洲出生的那些中国人 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可以做些什么 然后我们想要学福建话 广东话还是国语等等 大概2002年 在澳洲的时候 那我去到这个海边 那我们就两个人握着手 我们望着海的对岸 就想着 这是香港的方向 那我们说呢 我们不再活在一些 很舒服的 好像在澳洲的生活 当你要带我们去 就是香港 接着我们说 主要我们不懂得 说这个语言 甚至可以说 800万人 没有什么人 会认识我们 当时 因为我们不是想 开始一个 就只是给白人的教会 而是给白人 与中国人的教会 接着我们就问神 可以做些什么 你给这个学务 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懂得 说他的语言 接着神话太迟了 这些三组语言 给你们 太老了 你太迟要学 但是神依然 带我们去到 克萨克 和其他的列国去 我们都不懂 说他们的语言 神就说 你只要学外的语言 我会给人去帮你 翻译者 和有童工 给你 我们就站在那里 当时向着神 祷告 都不认识我 我真的希望 你当时看到 我们的境况 就说 我们可以 怎么去香港 神说 我给你翻译者 现在就我站在他旁边 多谢主 神真的永远去成就 当他当初 摆在你心里的渴慕 那差不多 就是说完了 对于那些 已经失望了 很久的人来说 是怎样呢 我相信 这些人 很需要 很多的爱 和关心 不是只是一些 不属神的 那种 联盟 不是给一些 另外的选择 而不是出于 神给他们的渴慕 你要问自己 究竟里面 是什么 神摆在你心里的渴慕 神怎样 跟你说 如果你知道 有感动 你要告诉 这些人 真正的 福音的信息 神说你不要放弃这个梦想 比如对于一些人 很多人病了很久 但一直不得医治的人 又怎样呢 我们真的要 用我们的温柔包容 去爱他们 不要去责备他们的 不信或者小信 因为我们真的要 有这个信心 神所开始的他必 终结地成就 就是这个医治 已经在二千多年前 十戒已经做了 对于那些欠债 很多年 都是被债务捆绑的人 又怎样呢 我们要告诉他们 神所开始 是你的生命的 他必要成就 帮你去成就 可能要帮助他们 去明白 就是不要乱花钱 如果你没有钱 去使用的话 为什么还要用 这个信用卡 剪掉它 对不对 问你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有几个可以 由现在的壮大 去到更加多的基督徒 在这个家里面 有些人说 教会不是关乎的数目指 但我告诉你 都是关乎数目指 每一个在香港的人 都是耶稣 已经为他们死了 所以耶稣 在他心里面 已经有的数目指 而圣经说 神每一天 都加添人数 人数 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是得救的 我知道 我知道神已经 放了千千万万的人 在我心里面 要得救的 还有这个是 包括了很多西人在内 我们这个教会 真的需要 绝对需要西人的存在 但是神也都 放了千千万万的 中国人 在我心里面 要想一下 如果礼拜日 我们有两个聚会的话 会怎样呢 可能我们已经有三千人 可能到时会有 礼拜六晚的聚会 那他们可以选择 究竟我们来星期六晚 还是礼拜二日 或者是晚一点呢 怎样可以 令到有足够的 这些志愿者 来协助教会 有几千人的时候 然后 如何迁就 能够来到教会 做服事 有四百五人的 每一场 然后 你如何安排 你的时间表 放假 何时做什么 再想一下 我们有何时 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去一个更大的地方 让更多人得救呢 而在周末的时候 有很多的聚会 然后可以捉我更多的人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的答案 就是爸爸 他所开始的 他必要终结地成就 我们未完 除非我们已经有 几万 几多超越无数的人 临到我们教会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 不同类型的聚会 就是纯粹广东话的 纯粹英文的 或者广东话英文的 然后触摸千千万万的人 我们需要 几百个 是广东话的 讲道者 你们明白我 说什么 因为你想赶着厕所 有水给你冲的 有些人说 你已经充满恩膏 不需要去厕所了 神没有呼吾我们 过一些普普通通信徒的生活 祂不是呼吾我们 在一些不能够得想象 或者未能成就的生活 神已经将一个伟大的种子 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会创造 一个大的分别 和这个突破性的气氛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正要说的 可能有人问 Rob 你的笔记在哪 我的笔记在心里面 这不是来自一个纸张 这些是来自神的灵 要我讲的说话 如果神将一个梦想 将一个渴慕放在你的心里 祂跟你讲话 差不多是小声小语 有时我们想 越大的梦想 声音是越大 但很多时候 神给我们很大的梦想 声音是很安静细声的 有时我担心那些 很夸张 大大声地说 天堂被打开 我看到有天使 神要我做些什么 但原来他们只是等候 没有做事 这个是属于这个属世的灵 就是这样的运作 因为我们会在一个 非常吵吵的世界里面 在香港每一天 你经过的都是一些机器声 我们会在一个 很吵吵的人声的地方 香港 他们是扫墓 昨天在我的旁边 我们住的地方 很多人都可以很吵 因为我们太习惯 那些大声说话的东西 但神要我们就说 听祂 是一个安静细声的声音 不要等候一些大声的声音 跟你说话 然后你才要去 承就神 放在你心里面 要承就 在这个新约里面 你不是靠环境 带着你去 运作 你不是基典人 你不会 放下你的 在新约里面 你会在 神的灵里面 让祂能够带你 今天天父 和你和我说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安静的声音 就是来自祂 这个安静的声音 就是祂 和你说 伟大的梦想 和学梦 谁听到这件事呢 这个周遭环境的声音 大大声地 向着你 好像呼喊 通常喊你 压制你 令你平平融融的 通常都很大声 但是在神里面的人 就是听到 平静的声音的时候 觉得这个 真是可靠 你是否认同 阿门呢 再一次 要埋尾 还是有些人 持着这个态度 Rob 这些是给你的 对于我来说 行不通的 我跟你说 你想的 是这样想 我之前都试过 很多次都是这样想 但是我不停 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的爸爸 永远都纪念我 因为他纪念我 记得他对我的应许 他会完成 他所开始的 是跟你自己 所做的计划 是不同的 那好吧 如果你做了决定 我不会再开心了 因为我看到 我永远都不能够成就 你是否这样做这个决定 如果你这样做决定 我有好消息 告诉你 你没有最终的 一个说话权 因为爸爸才有最终的说话权 他不开心 见到你 只是成就了一半的命定 他将会 就是去 去兴起一些 就是 将要 去 令到你 去成就 他已经在你身上 所开始的 不要 就是去 挣扎 你要去 顺服 读一段经文 有些人说 这个教会 是否讲经文 我所说的一切 都是充满神的话语 肥立比书 一章六词 中文 一二三 我深信 那在 你们心里 动了 善功的 必成全者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 日子 阿们 如果你失去了 这个 对神的火热 你要拿回来 如果你觉得 我经常都犯错 或者我经常都 错过机会 但是按照神所说的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犯了 超过一百万的错 如果每一天都是这样 已经是一百年都是这样 犯了一百万年 但是这件事 不能够取消 抵消了神 在你身上 要成就的伟大的工程 你拿回你的火热 不是关乎你 是关乎祂的恩典 拿回你的火热 不是关乎你 是关乎祂的信实 拿回你的火热 爸爸会成就祂所开始的 我听着罗马书8章 28至31 我们知道 万事 互相效力 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存 是按照他指以被召的人 要去成就的 就是那些 就是神所爱的 祂已经预先给了命定 那些已经被呼召了 那些已经被呼召了 那些被呼召了 已经是成圣 那些已经是清义的 他已经被 即是这些人已经被荣 31字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如果神帮助我们的话 有谁能够敌党我们 但保罗不是说 没有东西 敌党你 如果你今天明白这个启示 走在这个启示 甚至乎如果有很大的敌党 临到你的时候 你面对我们伟大的神 看似是非常美死的 不管这些失望有多少 如果你去到的地步 你说我不再敢去盼望 每一次我想尝试盼望的时候 我永远都是失望 我不再想去盼望 这是你的选择 选择会在一些失望的生命里面 这个就等于会在 旷野里面的灵 这些熟世的灵 使你只会在这些 世界性的东西 离开了神的国度 我不管我的心 有多破碎 很多的失望 很多的伤害 临到我 我不能够 允许 自己会在一分钟的 失望里面 因为非常危险 就是 久不久 有人撕裂了我和太太的心 久不久 就会的了 我们甚至不想再看 这些 很多很多数不尽的失望 每一次遇到这些东西 我就找一个 就是没有人能够 接触我的地方 接着我和爸爸 就亲近爸爸 说我不去 走在这个 智廉的道路里面 因为我相信 你在我身上 所开始的 必要终结成就 幸好我没进入 这些邪灵式的 魔鬼式的 智廉的时候 我真的很担心 爸爸回应 就说 喂 你打错电话 你不是找我的 我不明白 people that get angry with God and accuse God of injustice I think that's insane when you think of the cross and what Christ did on the cross for the whole world he was cursed he faced the wrath of God out of his love for us to question God's goodness and get angry with God and then Christians want to give them a bit of inner healing for the anger with God just tell them repent for your madness repent for that you cannot accuse this God of injustice he's a holy righteous majesty of the he's a glorious God there's nothing cruel or arrogant or harsh or mean about this God he doesn't kill people murder people start wars or make anyone sick he never drove people to fire you didn't drive people to attack you or rob your house God is not behind that you live in an imperfect world but somehow God works all things together for the good that love God and a call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面对很多困难 你被人炒鱿鱼 你怎么不碰 财政 或者你有多少失望 破碎 你就不要怪神 因为你看看 十架 就是几千年前 耶稣已经为我们拯了 甚至可以为我们去死 为什么你还是这样 你生气神 然后你说神 给你这个答案 神是做这些事 来伤害你 所以你们这些事 是疯癫的 如果你这样想法 是错误的思想 那你要小心了 他们不太爱你 他们想要赢你 他们想要赢你 所以他们可以 再有另一个 帮助 到他们的灵魂的灵魂 就是你要小心 周边的基督徒 如果他们跟你一起 拿着一架 只是智联的 又影响你 就不要回教会 然后后退 对神再没有激情 这件事很危险 因为这件事 他们会毁了你一生 所以来到我们人生的 尽头 你要做个决定 我很想活120岁 但我90岁也很开心 不是我活多久是重要 而是 我想活在我整个人生 我已经活了35年 都是这样 我很想活在这35年 继续去到我90岁 我很想每一天 向着神 都是一个单纯的 孩童的心志向着祂 如果我的心 心态有问题的话 所有我做的事 都会是一个错误 我们站起来 举起我们的手 and let the Holy Spirit come 我们站起来 谢谢大家